我真正最大的遺憾是 此時此刻沒有入圍 此時是假新聞入圍 那天在那個蕭敬騰的婚禮上 我有看到他 很想拿球破他 這個數字我已經真的 好像沒看到 我現在還蠻想哭的 比德金莊 比德金莊還高興 因為我今天出門之前 照了一下經理 我真的差點跌倒 怎麼會美成 而且你怎麼是有光的 從頭到腳 尤其是頭 怎麼會變得童鬆 像少女一樣 這一次入圍有再次激動 因為之前是康熙 後來得了一次獎之後 後來就入圍很多 好像幾次 然後就沒有人在理我們 但是我們就真心做節目 可是這一次 是我自己重新開一個節目 又再入圍 所以就覺得 原來我旁邊不是康永哥 我還是有機會 能夠入圍金莊獎 所以我覺得 就是很開心 會不會有點可惜 此時是賈慶文入圍 對 念在那個 蕭敬騰的婚禮上 我有看到他 你有不開心 很想拿酒破他 其實我真正最大的遺憾 是此時此刻沒有入圍 因為他們一直說 你要不要先準備得獎感言 我就說不要很噁心 就是幻想自己會得獎 而且我覺得 準備得獎感言的人 通常都不會得獎 所以我都一直不準備 但是就默默的在心裡 一直想說 我要感謝誰誰誰 其實第一個就是大海聲 可是我到時候 萬一真的得獎的話 我會在台上感謝他 現在先講的話 就覺得很噁 好像就 你知道就 好像一副自己會得獎的樣子 我今天兩個 真的嚇到 45.3 哇 這個數字我已經 真的 我就沒看到 我現在還蠻想哭的 比德金座 比德金座還高興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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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前就一直在那個 48 49 50 然後偶爾到48的時候 還會覺得說 我怎麼瘦這麼多啊 可是看鏡子 還是覺得 腰跟肚子 還是沒有很 達到我的那個標準 然後這次 努力的真的飲控 然後努力的做運動 然後 酒 幾乎不合 所以今天站上去的時候 我真的是 辛苦付出還是得到回報 完全沒喝醉耶 大家都說你喝醉 身體是我的 我真的沒喝醉 而且如果我喝醉的話 我就 不會是那樣了 應該是更瘋狂 我應該 因為舞女 我是莫名其妙 在跟別人 背著聊天 喝酒的時候 突然聽到小S 我本來是不想上台 因為台下太多會唱歌的巨星 然後他們就cue我 我只好上台 我就說我要唱什麼 我要唱什麼 然後我就準備 然後就音樂一下 我就說 這什麼歌 這什麼歌 然後我就說 這什麼歌 因為畢竟還是多年來 唱了很多次 所以一聽到那個 對 就還是唱了 可是如果喝醉的我 就是不會再下台了 我就會再唱 三天三夜啊 王菲啊 那類的 我有聽到天丁 我還想說 他是要講廖天丁的故事嗎 因為他是講一個 他爸爸是一個很隨心 很豪邁的人 祝大家身體健康啊 發大財啊 天丁啊 我想說 那有天丁嗎 然後他們就說 天丁 然後我想說 喔 這是每個長輩都會講的話吧 對 我覺得根本不用管他們 就是 長輩一定會講的話 就是那麼幾句 就祝你們幸福啊 大家健康啊 然後 早生貴子 讓我報孫啊 其實他們也是在很歡樂的情況之下 就會講這種話 私底下我相信他們都 不會給對方 我也不知道啦 但是我覺得他們兩個就是 不用管任何人 別人的意見 建議 想法 就是用他們的生活相愛 用他們的方式生活 不要他們的方式相愛就好了